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执政的时候经济有如自由落体般的下坠 而且因应疫情的方式如此糟糕让很多人濒临死亡 川普立刻反驳 美国在2017到2021年他的领导之下 让我国史上拥有最伟大的经济 但是在拜登领导之下通膨正在害死美国 其实这次的表现感觉起来 一边在听的时候感觉好像拜登的声音就有点怪怪的 原来他好像有点喉咙不太舒服 声音有点沙哑 那综合来说针对这些经济议题 拜登谈及的是富人税跟儿童保护问题的时候 似乎有点忘记要说什么 那他攻击川普税收的时候 也称他为为富人减税 来减少政府可以用来改善安全网的收入 但却是因为这个时间紧迫 所以他有点紧张就呃呃呃就卡住了 愣住了几秒钟 然后最后就讲说啊最后我们打败了联邦的医疗保险制度 可能有一点好像讲错 川普立刻逮着他这个失言来讥讽 就说对对对你打败了这个联合医疗保险 你还把他打死了 你把他在摧毁了呢 他说现在这种无证的移民 使得美国的保障啊 社会保障还有医疗的保险都在破产 这就是美国两大联邦老人福利政策啊 真的是你被你打死了 所以在很多这样的交锋上头 感觉上面真的的确拜登是没有办法占上风的 相对来说大家就看到说 哎川普这一次虽然好像表现上面是比拜登好 但是整体人家讲说川普好像还是比较收敛一些 跟之前的这个辩论会相较起来 那川普拜登互批说是对方才是史上最糟的总统 大家也看到这一次是有史以来 就是前后任总统这样子同台对决的一个场面 也算是一个经典画面了啦 那我们看川普的竞争竞选团队呢 他们讲说在辩论进行到90分钟的时候 就自行宣布了获胜 就是在这一次的表现 他们认为他们是优于拜登的 那拜登的竞选团队则是说呢 拜登是为美国的未来提出一个美好的愿景 让每个美国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实现美国梦 那再来看看 这场的辩论会当然也有一个来自民间 就是一般选民投票的依据 CNN的即时民调认为 三分之二的人觉得川普表现得比较好 认为他获胜啦 大概是有67%的一个支持度 胜过33%的拜登 认为辩论会应该川普是赢家 那里面还包含除了美国的经济跟通膨之外 几大现在目前紧张或是战争的区域 也都是他们的交锋点 川普就讲说 拜登你让美国人 人民都活在地狱当中 你真的是爱抱怨什么都没做 这三年半来 我们都跟你一起活在地狱里面 整个国家因为你而爆炸 因为他们都不尊重你 但是他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总统 全世界都不尊重你 所以等于说你是在丢美国人的脸那种感受 甚至他还讲说 你的无能已经让全球陷入到了战火当中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交锋 我们的组织和战争 我们都不忍耐这个人 他们不忍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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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觉得他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导致的 如果那你叫他 我们的一切都能忍耐他 他们不忍耐他 所以让我们来说 他们都不忍耐他 他们喜欢我 比他们更多的一切都 那是基于每个一切都 的信息 与Russia和Ukraine 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雙方的交鋒 當然這個拜登聲音就是如我們剛剛講的 他好像聲音都有一點快要講不下去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感冒或是喉嚨受到一些相關的影響 那他就講說川普啊 我這輩子沒有聽過那麼多的胡說八道 美國是提供武器而不是直接給錢 那當然美國媒體也是聚焦在台灣方面 因為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就講說 現在他們要聚焦的就是 這兩個人到底要不要提及美國協防台灣的問題 這也是美國相當關注的 那拜登表現差也讓這個民主黨有點惶恐 CNN的主播他就說 聽說民主黨人陷入到嚴重的惶恐 有些人甚至談到對於投票結果的擔憂 甚至還有人提及要前往白宮 就說拜託拜登讓開吧 要換人了 聽說他們現在內部有這樣的一個集體焦慮感 是不是要換人才能夠贏得過川普呢 那辯論之前其實雙方也有這個影片大戰 拜登在倒數前一小時PO出來影片 其實他是回擊啦 因為川普先PO了影片喔 他就講說啊 甚至還引用了這個波頓的話 普欣跟金正恩領袖都等著利用川普啊 用了波頓的這一番話 那他的回擊是什麼呢 因為川普的團隊就酸了拜登喔 就是說你都被樓梯打敗了 你還能夠再戰四年嗎 裡面全部剪出來都是拜登要嘛跌倒啊 要嘛這個不知道方向啊 迷失方向這些這樣的一些影片喔 這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 時不時的我們也都 因為其實這素材每天很多 所以時不時的我們還是也是會播放到說 他要嘛自行車上跌倒 要嘛從空軍一號的這個樓梯上半倒 這才會讓大家一直對他的健康有所擔憂嘛 那拜登其實在辯論前期還豪雜了五千萬美元 用廣告來猛攻川普的這個官司問題 所以雙方不斷的這樣子用這種空戰也好 用蛇戰也好 彼此在交鋒喔 那當然現在目前拜登的盟友們好像也都岌岌可危 包含了蘇納克喔 現在跟對手的民調平手 手下位子可能要不保了 日本安全文雄 民調也是很低迷喔 自民黨現在挑戰者摩拳擦掌 還有隱形樂唱的美國派啊 但是呢 現在有這個 民眾喔 請願彈劾很多喔 現在看起來這幾位跟拜登站隊在一起的 是不是統統都逆風了呢 我們現在要請教一下亮哥怎麼看 今天的這個辯論會 我今天主要是談經濟跟內政 那這些議題本來就對拜登不利啦 因為通膨造成大家生活相對困難嘛 你那股票百分之六十 那七支科技股 一般老百姓又沒感覺 那中小企業或者是老百姓 所以基本上你就看到有很多口水了 那因為川普就是活跳跳的 精神抖手 口才便捷 那拜登就是 聽說在大衛營每天站著六九十分鐘 可是看起來是 這個皮帶被出啦 就是好像有感冒的樣子 那這裡面有很多鬥嘴的鏡頭啦 你這邊沒有秀出來啦 那因為沒辦法秀 版權問題 說什麼 你是失敗者 然後說你兒子又罪犯啦 然後說你老婆懷疑你還跑去嫖妓啦 你的重話都講出來了 真受不了 我們也很想放啦 但CNN只給我們一分鐘扣答 川普說我沒有 我是說怎麼辯論到這裡 然後還說 我可以跟你打一場高爾夫球啊 如果你包包可以自己提的話 然後川普就說 你那什麼 你那邊吹牛 說你六肝進洞 那拜登就說 我哪有說我六肝 我八肝啊 那兩個老人家鬥嘴呢 就是鬥嘴啦 不過因為坦白說這個選舉 你用總的民調是不準的 為什麼呢 因為民主黨在加州還有紐約州 這兩個州人口就六千萬 所以總民調民主黨 你會看起來像民主黨 民主黨大概都會贏川普一點點 就川普很有可能 如果這次他贏 他可能總票數還是輸拜登 可是他的各州的票是領先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七個搖擺州 他目前有三個搖擺州 領先幅度都超過4% 其實滿穩定的 其中大概也是領先2% 拜登最多只贏兩個州 我覺得也不會說一個辯論 突然就造成兩個人又在拉開 可是我認為會持續這個態勢 就是說 可是他感覺就是川普 比較精力旺盛 或者是他對現狀的批評 大家覺得make sense 確實大家的生活並不好 經濟需要比較有力的整頓 我覺得老百姓比較關心這些議題 好 來請教賴老師 目前雙方的差距確實不大 就是說總差距不大 然後在搖擺州 雖然川普領先 差距也是在一定的範圍內 如果說拜登在這個辯論中 表現得像甘乃迪 第一次在電視辯論那樣的亮眼的話 當然這個一定會產生影響 可是跟大家預期的差不多 就是一樣不怎麼好看 看兩個老頭子在那邊鬥嘴 而且感覺就是跟上一次的選舉的辯論 其實是大同小異 而且還比上一次的辯論 更顯得平淡無奇 但是所有的不好的東西 卻全部都還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就是還是在不斷的做人身攻擊 我覺得在美國的這樣的一個辯論 已經這麼多次的辯論中 一直不停的在違反辯論的基本原則 然後一直在對對方做人身攻擊 而且講的話真的是越來越難聽 這個部分裡面其實 會讓全世界一直感覺到說 這兩位美國的政治的領袖 領導人 他們的整個水平怎麼這麼的低 文化水平低 教育水平低落 然後連一點素養都沒有 然後就是一張嘴 兩個人在那邊鬥嘴 可是毫無願景 毫無政策 毫無對於美國不管是內政 不管是經濟的發展 沒有任何藍圖 也沒有任何說 有可能改善的這些方法 或是讓他感覺到說 這個新的總統 或者是拜登在延續 那經濟可能會獲得一些改變 好像都沒有 然後也都沒有談到任何東西 我個人倒覺得 這又是一場很失敗的一場辯論 因為今天我們在聽的時候 從早上一直聽 就感覺就是說 這真的是水準低 而且粗俗不堪 然後兩個老頭子在那邊鬥嘴 然後乾脆他們兩個就 乾脆兩個都退休了 然後就在那邊喝咖啡 然後再喝杯茶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 你咽我欲 這樣子鬥嘴 因為看起來也可以這樣過日子 因為你也知道老人家 老到這個程度 然後頭腦昏庸的 然後兩個人每天 早上起來就鬥完嘴 然後就各自 再回去睡個回龍覺 然後下午再來再鬥個嘴 再回去睡個回龍覺 然後第二天再來 這樣也可以過一個老年的 還滿快樂的生活 可是問題就是 國家這麼龐大的機器 還是不要交在這兩個人手中 可是很可悲的 美國人卻必須要把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機器 卻交在這兩個人中的 任何一個人 美國人真的是倒楣 好 來問麗將軍 我覺得拜登會答應 這次的辯論也滿出我意料之外 因為這次在辯論之前 我們就看到他們兩個人 辯論的規則 他們辯論規則是怎麼樣 就是說都不准帶幕僚 也不准有任何人過去提示 也不可以有小超 也不可以帶筆記本 每一個人只有一張白色紙 跟一支筆 還有一杯水 就這樣子而已 那整整90分鐘 休息時間幕僚 也不可以去做任何提示 也就是完全的自己來講 勇敢的發揮自己的想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以他們這種年紀來講的話 可能你如果叫他們不帶小超 不帶筆記 然後要去滔滔不絕的 辯論90分鐘 事實上如果到最後 他也很多的國家的政策 或他自己的想法 也不見得都能夠記得住 所以最後就輪於這種口水戰 但是這次來講 我個人覺得說 雖然說我們中間看不到什麼 他們提出來對美國自己 國民的一些牛肉 一些政策或一些具體的做法 可是大家覺得很無味 可是確實一場很有趣的辯論 我覺得川普最後會贏 到不見得是贏在他的論述 能夠贏川普 能贏過拜登 他什麼是贏拜登 我覺得他的表情贏了拜登 這個記者很壞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的 他經常把他們兩個人做分割畫面 就左邊是川普 右邊是拜登 然後川普就在那邊 一副那種很不屑的表情 然後看著拜登 然後拜登就那種臉上那種表情 好像就是傻傻的 然後愣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嘴巴還開著 就完全就是 川普來講 之所以會獲得三分之二以上 選民認為他贏了 不是贏在他論述 也不是贏在他的口才 表情管理 而是贏在他的表情管理 贏了拜登 那兩個人變到最後 在那邊 真的是到最後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在那邊比賽搞好扶球 所以你只能答我 我覺得他們兩個下次要不要去 鐵樓磕鬥 關在鐵樓裡面 然後鐵樓格鬥來講的話 那不要像馬斯克一樣 要在那邊耍大家一場 耍大家一場 那反而我覺得來講 可能因為你事實上就跟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就民眾看了 只是看了一場就是很精采的 兩個人口嘴戰 很有趣的口嘴戰 但是你說不管是對於 國家內政 墮胎 移民 或者是經濟等各方面來講的話 甚至是外交 軍事 都沒有任何一個 兩方都沒有提出一個 具體的一個做法 能夠幸福觀眾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